根据日经亚洲报道 2020年 中国的半导体字解率仅为16% 远远低于预期 日经引用的是市场研究公司的数据 而且这16%还包括了在中国设厂的境外企业 如台机电 三星 海力士等 如果再剔除在中国大陆设厂生产半导体的台机电 三星 海力士等公司的话 那大陆真正的半导体字解率恐怕只有10% 换句话说 2020年中国大陆市场所需要的半导体产品 90%依赖境外企业 这是一组让人看了不是遗憾 悲伤 而是让人看了很愤怒的数据 那么 数据真实性如何 有一个很直观的东西可以佐证该数据 那就是中国的半导体进口额 中国海关数据 2020年中国集成电路 进口额3500亿美元 增长14.6% 同样是2020年中国原油进口约2000亿美元 和半导体的3500亿相比 都更少 可见中国半导体的重要性和自力根生的难度 越来越大 根据报告内容 如果中国还是保持现在的状况 那么到了2025年 中国半导体自给率 也将只有19% 包括中国境内的外国企业生产的半导体 这才是个较重打击 表明了中国还是难以摆脱 对境外企业的半导体依赖 半导体是科技界的原油 没有半导体产品 那任何科技产品都没法生产 如果不能把半导体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那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不亚于原油 其实国家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状况 并且制定了一系列方案来应对 但到目前为止 却成效不张 为什么会这样 或者说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什么 这其中有两大原因 一个是美国打压 一个是门外汉式的半导体发展政策 因为中国半导体技术比国外落后不少 要技术追赶 最快的方法就是买 这也是为什么前些年老可以听到 中国企业收购国外哪家半导体企业了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中国紫光 曾被称为半导体并购之王 他先后收购展讯和瑞迪科 随后又要买美国的西部数据 又要收购台湾省的西品精密 还要买台湾的南贸科技 还要买法国的智能芯片制造商Linkins 才大气促的紫光 绰号半导体是人鱼 就像爆发户逛精品店一样 随手指着世界上的半导体企业 这家 那家 这家 我全都要了 紫光 是中国那时代的半导体索引 试图靠着财大气粗的买买买 用最短时间追尽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差距 尽早实现2025中国制造中设定的 半导体自己率70%的目标 2021年 半导体识人与紫光集团 宣布破产重组 爆发户最终搞的一地鸡毛 紫光为什么会完蛋 恐怕鸿海的郭台铭说得很清楚 郭台铭说 像紫光这种企业就是搞炒作的 他不干实业 赵伟国紫光老板他就是个炒股的投机客 瞄准中国大政策要弄半导体 他就疯狂收购半导体企业 以此来吸引投资 紫光 看着很大 却是犹如庞氏骗局般的炒作 一旦炒作不下去 破产就是注定结局 而打断紫光炒作之路 最终让紫光破产的背后一大原因 就是靠买买买的路线走不下去了 一开始中国还能买买境外的半导体企业 可随着特朗普上台 全面打压中国 让中国对境外企业的收购 都变得异常敏感 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 开始强势插手中国企业的并购案 阻止中国收购美光科技 收购西部数据等多起跨国收购案 同时也掀起了西方共同抵制 中国收购半导体企业的行为 这等于是活生生打断了中国 用买买买来追赶技术的方式 买不行了 那就加大投资 自己来技术追赶吧 可半导体的技术投资 是一个长期日积月累的过程 不是今年我投了 明年或者后年就能有结果的 更何况中国过去 一直忽视半导体领域的投资 用清华微电子研究所所长 魏绍军的话来说 那时候的中国半导体投资 在别人的统计误差范围之内 比喻非常少 一直到2014年 中国才开始注意到 要加强半导体领域投资 可就算是2017到2020年 大陆的半导体产业投资合计 大约为447亿美元 仅仅是同时期的韩国三星的一半 投资比别人少 投资周期比别人又短 技术自己率能追上来才奇怪 追不上来才是正常 这里面 还有一定的旧思维作祟 也就是改革开放初期的那种 造不如买的惯性思维 当时中国国际环境较好 造不如买是行得通的 因为别人肯卖给你 而且最初就是把规模和数量搞上来 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高科技投资 投入太大 赚钱周期太长 根本没法赚快钱 可一旦国际环境不好了 别人尖端产品不卖给你了 那状况就麻烦了 2018年中美交锋白热化 科技战领域更是前沿阵地 美国加大对中国高科技的打压 这同时也加速了中国对高科技领域 尤其是半导体领域的产业扶持 更庞大的钱涌向半导体 可结果呢 为了狗了 从2019年开始 中国的半导体注册企业 大规模地增加 2019年 新增半导体企业2万家 2020年 新增半导体企业1.5万家 2021年 新增半导体企业1.5万家 2021年 中国现存半导体相关企业11.84万家 同期中国半导体自给率 仅为16% 这11.84万家半导体企业 仅贡献了16%的自给率 那么这些企业 他们到底在干什么 造玩具呢 一窝蜂的成立半导体企业 讲白了就是 国家撒钱了 大家快去骗钱啊 国家撒钱 是为了挽救中国半导体产业 为了不被西方卡脖子 为了国家安全 可这一帮外国贼 快马架鞭的去骗钱 骗补 直接造成了大笔大笔的半导体 开发资金 为了狗 典型中的典型 就是武汉红新半导体 投资1280亿人民币 曾名列湖北省重大专案项目 可见省里对红新的期望 可这玩意儿 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局 红新千亿骗局的幕后黑手 化名曹山真明 包安保 小学学历 却长期把自己包装成台机电副总 红金美国纽约第一副总等假名义 到处行骗 先后在马鞍山 卢江 灵币设骗局行骗 他所到之处 留下的除了烂尾项目 就是一地债务 在武汉搞了红新骗局后 这人又转到济南 去搞了全新骗局 武汉急于追上国家半导体产业东风 想打造中国中部数据港 被这骗子耍得团团转 这骗子甚至还请来台机电前大奖 半导体教父江上一来 红新主持大局 随后通过奖上一 在半导体领域的雄厚人脉 红新从荷兰买到了光刻机 还盛大的搞了个光刻机进场仪式 这更加深了政府认为 红新是完真的 但这只是红新 更大骗局的铺垫 造价数亿的光刻机 进了红新厂 一天没用过 就被抵押给了农业银行 国贼在前骗到了 拍拍屁股走人 新华网报道 2020上半年就有报告 武汉东湖区投资建设经济运行分析 报告指出 红新持股比例 武汉凌空港投资集团10% 北京光亮蓝图持股90% 其中国企凌空港投资的 两亿注册资本已经始角 可北京光亮的始角资本 始终为零 红新存在大量资金缺口 随时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巨大风险 可是这么一份八皮红新的报告 却不知是何原因 马上被删除 此后就再没人多提红新是骗局这话 直到红新真的烂尾 这就很像什么 这就很像所有人都知道他是骗局 可却没人敢说 没人敢指出国王没穿衣服 直到第二年资金链断裂 骗局曝光 意外嘛 老实说一点不意外 很多人早知道他就是骗局 早死晚死的事 唯一的问题是 他死了的责任 别让我来付就行了 千亿骗局的红新 在整体烂尾后就一直在打官司 幕后黑手曹山调查的怎么样了 不知道 谁来为那么大的骗局负责 一切都跟糊涂账一样 而除了武汉红新之外 成都革新 也是大烂尾项目之一 成都革新 初期投资600亿人民币 厂子造好了 设备却再三拖延 到2020年工厂全部停工 贴上封条 工地工人就地遣散 淮安德怀半导体 投资450亿人民币 高额投入后 入不付出 投资很大 回报却很少 最终资金短缺 资金链断裂 德怀宣布破产 德怀半导体破产后 落得各上京东拍卖平台 公开拍卖的下场 最终被人以16.6亿人民币 接盘 当年450亿的项目 最后16亿接盘 据有损失算水的 另外江苏时代新存 中环航派 成都抄袭 华信通 中盛洪新 层出不穷的半导体骗局和烂尾 你如果仔细去查 这两年半导体企业破产的新闻 遍地都是 看得叫人气愤 但里面的套路却是大同小异 都是利用地方政府 想要积极响应国家号召 大力发展半导体产业 而粗暴上项目的结果 这群利用中国大力发展芯片契机 实行诈骗的人 才是真正的卖国贼 可另一边的一个根源问题就是 针对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方向性错误 半导体具有三大特性 大投资 长周期 高风险 我们看起来中国好像往半导体产业里 撒了很多钱 但这个钱 并不够多 还远远不多 未来要撒的钱 只有更多 而且这个撒钱的方式 错了 半导体绝不能够搞全社会式的百花齐放式的投资 面对半导体产业如此的前沿科技 必须把投资全部集中到几家或者十几家企业 世界上没有比半导体产业更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了 杜绝百花齐放式的直面繁荣 认清半导体产业的客观发展规律 列出半导体领域重点发展企业 对这些企业进行重点投入和开发 做好半导体产业 长期亏损 长期烧钱的准备 只有这样 才有可能做到真正的半导体自主 才不至于自己滤金有16%的窘境 为了中国的高科技未来 半导体的粗放式发展 该谢谢了 好了 本期的内容就到此结束了 感谢您的观看 更多详情资讯请关注晚些时候的中华魂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了